写作单元4 片段写作 目的就是要使家长可以协助子女 提高他们的片段写作的能力 一般同学都很害怕写作 因此他们的写作成绩多数都不是太理想 由于同学害怕写作 也不能够完成老师交给他的作文的任务 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很简单 既然学生写不了一篇文章 我们倒不如从基本的培训入手 从字、词、句、段开始培训 而片段写作 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 句群写作的延续 也可以说是句群写作的确冲 将句群的句子 将它能够越写越多成为一个大的段落 一般来说句群写作可能是二三十字 但段落写作一般可能多到是一百字到百五字 段落写作通常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 来到去发展铺排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说小强做事十分抹肤 我们如何围绕这个句子 写成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表达出小强做事很抹肤 我们的方法就是可以要求我们的子女 举些例去说明小强做事怎样抹肤 我们做一个示范的例子 小明做事十分抹肤 妈妈叫他打掃房间 他总是不认真 打掃完不 房间仍然布满了很多的尘埃 做功课的时候 他一边做功课 一边看电视 结果他做错了很多的连执 有一次继续讲一件事 那件事都是反映出小强做事很抹肤 这个片段的写作是通过举例说明 来说明小强做事很抹肤 这个片段很容易就会写到一百字至百五字 我又举另一个例子 智强做事非常认真 我们可否应用到举例说明 围绕着这个中心主题去写一个片段 我做一个举例了 智强做事非常认真 老师交给他的任务 他一定用心把他做好 有一次老师叫他做迫布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搜集资料 然后经过一番的构思和设计 他终于把迫布做好 老师称赞他做得好 又叫我们向他好好学习 又有一次 继续再写 你可以看到 其实要写一个片段是不困难的 又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说一下我们的爷爷 我的爷爷 那我们可否通过描写 写一下你爷爷的外貌 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就希望同学能够做这个片段的写作 例如他可以这样写的 我的爷爷满头白发 白发好像银丝一样 在阳光之下闪闪生辉 憤怀耀眼 在他的额头上面 就佈满了很多一细细的皱纹 这就是他的岁月的印记 我的爷爷今年七十多岁 但是仍然很壮健 他的备榜粗壮有力 他走起来就是健步如飞 所以跑得比年轻人还要快 这是一个片段的写作 绝不困难 又或者我们可以写我的爷爷 可不可以技术他做过的事呢 我可以举例 我的爷爷喜欢运动 每天早起 他都去到公园做锻炼 即是做运动 他先做柔软体操 然后在这个公园里面换步跑 最后就回到家为我们准备早点 当我们上学后 爷爷就开始做家务 我们家虽然面积很大 但是爷爷拆地板抹枪子 做起事十分勤快 因为爷爷认为做家务 准备早点就是一种运动 原来可以这样说 爷爷整天都在运动 这就是片段的写作 如果家长明白了片段写作之后 可以采用本教材的货业 去引导子女去写作片段 你可以选择一个货业 然后和他一起共同去完成这个货业 如果在他做货业的过程有困难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参考答案 然后帮他提供一些线索 又或者当你给货业做的时候 你作为家长 你不妨预先自己可以构思一下 如果是你的时候 你会怎样去写这个片段 你不需要把它写成文字 你用脑子里面想一想就可以了 想到了之后 当你引导子女去写这个片段的时候 大家之间就可以有交流 令子女觉得原来 你是很重视他的写作学习 当他完成了这个货业之后 你应该给予表扬 让他觉得原来写这个片段 是得到你的肯定和鼓励的 学习的延伸 当你的子女完成了这个货业之后 你最好就是叫他大声朗读他的作品 你做他的第一个读者 他很开心的 你要耐心聆听 当你听完他的作品之后 你就可以提问题 因为他就是作者 你就是读者 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功感 你向他提问题 你可以问他某些情节细节 让他回答你的问题 通过这个写作里面 就能够通过你的提问 将很多的内容细节都可以补充下去 然后 你可以请你的子女 将刚才的讨论内容 放到他的片段写作里面 于是他的片段 原本是百五字 变成二百五字 变成三百字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一人写一句 家长写一句 子女写一句 共同完成这个 课后延续的学习活动 那就更加有趣 好 学习评估 当我们的子女完成了 我们的单元的练习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的家长不妨 将这些练习再拿出来 让他再做 再做 我们不是机械地去做 而是令他能够通过不断的温习 将一些片段写过之后再写 在再写的过程里面 他不是记忆背中以前的答案 而是说他通过自己 已经掌握了这种写作的技巧 来到去写这个片段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定是多了很多新的内容 那个创造的认知活动就会展开 这种的温固滋身的 课后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你的子女再做这些练习的时候 他做出来的答案 就是你要评估他 究竟能不能够达到本单元的训练目的 究竟能不能够达到本单元的训练目的